美军砸850亿美元开发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专家却泼冷水 可能依旧会被俄罗斯甩在身后 众所周知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装有核弹头的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 构成了当今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 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战略威慑的重要基石 因此这也将成为美国和俄罗斯军备竞赛的一大重点 近几年来 美国一直在不断延长和改进现役战略导弹的使用寿命 提高其作战能力 并积极计划发展强调维护和扩大核优势的下一代战略威慑武器 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推动以进攻性战略核力量为主题的军事发展 全球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替代 而在这一军事领域 俄罗斯一直走在美国前面 据越南日报新闻网站9月10日报道 美国空军已经向国防承包商诺斯普罗格鲁曼公司 授予了133亿美元的合同 以开发一种洲际弹道导弹 以取代目前的民兵三导弹 这是价值至少850亿美元的计划的第一阶段 该计划用于建造和完成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 据悉该合同将持续8年06个月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预计将在2029年之前 将新的核导弹系统移交给美国空军 对此 美媒称 目前美国有450枚民兵三导弹 是美国陆基核威慑力量的支柱 至少在这段时间之后 美国将能够拥有第一个 比俄罗斯对手更强大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据五角大楼的消息来源透露 有关美国的新型导弹的大多数信息仍是保密的 但五角大楼消息人士透露 民兵三号替代导弹 必须比俄罗斯的萨尔马特号更强大 更具破坏性 但其大小和重量仍应与民兵三号导弹相同 对此 美国空军司令部司令雷姆将军称 该新型洲际导弹攻击准确性的大幅度提高 射程的扩大和可靠性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将为美国提供应对意外情况 应对有广泛选择 这给了我们它所需要的优势 彭博新闻网站军事分析师迈克尔佩克 将萨尔马特导弹与民兵三进行了比较分析 根据专家分析称 目前俄罗斯是开发和生产新一代武器的领先国家 如果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 俄罗斯将严重威胁美国的立场及其利益 俄罗斯新型弹道导弹功能强大 重约100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导弹 目前美国正在使用 质量约为39吨的民兵三号导弹 如果美国新的导弹的重量约为39吨 几乎不可能拥有比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更大的功率 通过对全球战律形式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俄罗斯的萨尔马特导弹可能是为美国量身定制的 而这种导弹的全球核威射能力 已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过去传统的陆基洲际导弹 已经甩美国现役民兵三洲际导弹好几条节 基于专家分析论点 美国新型洲际导弹 或许依旧会被俄罗斯萨尔马特导弹甩在身后